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郑鸿宜 欢迎收听今天的报道 全世界 那么北韩最近 角的全世界 可以说是非常的心神不宁 那么北韩是凭什么 有办法这样 那么到底他的国 这个军事实力怎么样 核子能力到底现在怎么样 美国中国南韩 心来是在想象 那今天我们要来访问的是 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执行长 李明俊 明俊兄你好 宏一大哥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这个明俊兄 是读日本京都大学 法学博士的课程 那也是日本钢山大学 担任过法学部的护教授 也是台湾东北亚学会 座柜秘书长 所以对这一块非常有研究 明俊请教你 到底北韩的军事实力 有多大 其实整个来说 我们台湾比较强 台湾的军事实力比较强 台湾算军事强国 它的目期 台湾是1970 80年代 古的目期 因为经济如果没用 你军事很坏用 你没那么多预算堂开 尤其现在这个核武 更是要花掉很多 每次的事报 大概两亿欧元以上 两亿欧元 这样就要花差不多七八十亿 对啊 台湾要七八十亿 七八十亿 一边的四射就要七八十亿 不是四射一边的四报 四报 四报 如果这个核武的问题 这个是四射 这个是四报 就是这个飞拌 它本身 它的杀伤力 在它的弹头 这个弹头 如果没有用 这个飞弹 几千万 几百万美金 打出去 是土甲一空而已 所以就要到核子武器 化学武器 这种的弹头 才有杀伤力 但是要用一个核弹 爆炸的这个东西 浓缩到可以 变成一个弹头 放在飞弹上面 这个技术 美国和日本的传官 一般是说 北韩还做不够 一个弹头 攜戴那个核子武器 他说核子武器 你有办法试报 你处罰给它 复杂 在地下 在小岛 去放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 这个核子武器 要把它做到这么小 放在这个飞拌的顶管 这个飞拌 拌出去 还没有去用拦截 有办法放到 那些核弹爆炸 这个仍然有杀伤力 所以要结果 很多种的困难 第一 你飞拌 不能把它拦截 所以你的技术 比它的飞拌 其实更好 第二 你要绑出来 绑出来 绑出来的 这个东西 还要做到这么小 可以放在弹头上面 这几行的困难度 目前 它有办法 小飞拌 但是没有说 每次都成功 它也有办法 在地下 事报合伍 但是这个事报 成功失败 我们就不知道 这两行 都要把它倒作为 第三关 美国 日本 因为它 做不够 所以 这次 用这种 所谓 非理性的 行动 其实是 我们阿公就开始在用 刚开始用是很好 大家都跟 拜托 你不要怨 你要多少钱 你要多少酒油 我给你提供 到我们老婆又用 金正日 金正日 就用 到现在 它在用 感觉上 大家已经没什么 在插 没什么 在插 就对了 所以这是一种 理性计算的 非理性行动 所以 你看日本 美国 还是北韩南韩 一般 对它的反应 其实是 很冷淡 没什么 备战行动 因为 你如果真的 要开战 第一 你要这个 动员 你要准备 后备补给 你要打三个月 打半斤 你这个行动 人造会 都看得到 所以你 到底有在备战 还是没有 现在 报出来的 报纸是 北韩的军人 在 散播纳粮 出头 也有在 做产 所以表示 它没有 总动员 所以现在 看来 开战是 几乎是 完全不可能 他也没有 那个准备 他也没有 武器的能力 飞机的老旧 像一些大炮 传统的兵力 因为他用 就是说 他六军 要几百万 人多 但是他是 先军政治的国家 他的国家 是靠军人的 什么叫先军政治 就是 军队是 一座的 优先 所以我军队 如果冲得好 我其他都 没关系 这叫先军政治 所以军人 一定要吃的肉 其他人 也有没关系 没关系 主管 有些外费收入 还是什么 没务器 没务团的钱 贪入 都先用在这里 这就是他的先军政治的 这就是他先军政治的 第二就是 靠小脑 整个国家 这种 整个输送 造成运动 所以这次金正恩 他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 金正恩 如果没务力 是他盲动 去发动 自杀的战争 结果不是这个体制 是这个国家的务器 因为没有 朝鲜人民共和国 没有人可以取代 这个军事家族 你没有另外一个人 可以接下来 因为你没有造成运动 所以你说 他的北韩的军事实力 其实是 没有台湾那种 因为我们的务器 飞机 什么 绝对比他还用 他的务器是哪里 他务器是自制研发吗 自制研发 也有 然后就是 七宏年代 俄罗斯 还是一些 以前中国的 提供的 一些旧的 其实那些都已经 二三十年以上 这么老 所以这些飞机也好 这些建车什么 当然也有新的部分 在美兵给你看的 都像新的 其实大部分 都很老的 因为到外界就没有交流 没有什么都没有用 都靠中国的援助 所以现在这个 国家的军事 还要外共 这是有问题 是 这个金正恩你们有研究吗 金正恩 其实 外界对他来接这位 是很意外的 因为以前他有两个佳哥 但是这个 大佳哥金正恩 比较很爱赏 母亲也带两个 常常有一次 又冒充游客 跑去大阪出头 去环球影城出头 去红柳球影城出头 他老伯就感觉很减小 他拿鸡球影城出头 用冒充身份嘛 等我进去这儿 去红柳球影城出头 这就很难看 他跟他商议 现在住在香港 澳门 这儿走来走去 他家的一宫月 给他五十万美金 所以他有那多吃两个母 五十万美金 一宫月 很好开 但是他老伯 现在金正恩起来 是不是继续 这个钱 现在就不知道 他老伯 总是大小子 第二小子 是稍微阴阳怪气 对政治没趣 也有人怀疑他是同志 这种在共产国家 是没得接受的 因为我们是先进文明国家 同志我们可以正常对待 但一般 有的同志是犯罪 尤其共产国家 所以 你同志 你共产国家 有些国家是等同犯罪 现在共产国家也少 过去这次 这就是犯罪 所以 纯这个而已 第三的 这些人 在这个随时留学 所以 他应激当然很好 所以他跟NBA 这个小丛罗德曼 可以直接用他去说的 他就 要打哪儿球 其实本来 他就第三 那时候接位了20几岁 所以并不因为 他有接位的可能性 但没有因为 两个兄弟都没法度 金正日到老了 就觉得几乎是这个 但这个这些年轻人来讲 他会觉得 可能会接下来 所以怎么做 叫他去整形 整形整到什么 整到成年 阿公少年的 那个形 金日成 所以金正恩 最后的相比 你把金正恩的相比 都对了 就很成熟了 所以这个也要设计了 这样他老婆 大家看到 金正恩的 最后的金日成 他是整形过来的吗 他跟少年时 那个面影 是没什么样的 他的形式作风思考逻辑 因为他过去是真神秘 所以没什么了解说 到底他一个新人 国际政治的新人 到底怎么想是最好 但是如果目前韓國有一點主要在看 基本上這種的領導人 他的前提就是維持他的政權 第二就是維持他的國家滅亡 比如說不能讓滅亡 維持國家不能讓滅亡 因為北韓這個國家 他煩惱的 是怕讓美國南韓跟他結調 他不是要同意和消滅 他沒有那個實力 所以其實他是不直接被他心裡很害怕 不是說我很害怕 所以他現在是要求自保 他怕他這個國家裡面經濟風搜 飯不夠吃 老闆生常常有幾十萬元走出去 現在這個情形和新的接班人起來 還沒運 美國韓國在那裡跟軍事演習 所以他會煩惱 所以因為煩惱他就要結婚了 第二點是說有聽說 幾年的十一月 他去奧殺 金正恩 沒成功 有這個 這個新聞跟我們沒看 有這個網路上有查得對 這是南韓的消息 所以之後 那個奧殺是發生 這個內容就不清楚 但是聽說一號他就開始 診書包括審視單位 一些頭都有處理 連後他現在出門 100台裝甲車在給他做目標 100台 所以100台裝甲車做目標 什麼意思 不是怕人阻止手 不是怕一台清晰 他是怕政變還是那個 隨時軍隊炸掉就對了 對 而且這件事後十二月 他就開始派出了 連後中國競爭 第一次在聯合國安理會 這是制裁北韓 中國倒贊成票 對 過去他像這個 是倒這個 氣權 倒贊成 連後聽說這幾個月 本來中國 肯定給他的照顧 這幾個月停下了 所以他自台越來越高 對美國 日本 大聲 南韓大聲 當然他希望說 這些國家去鼓掌中國 說你去處理一下 這是你的細節 這種情形 中國就要答應一些條件 他比較瘦斂起來 所以這第一點是 用美日來間接 北韓跟他和好 嗯嗯嗯嗯嗯 他們的不好是 多次看不出來 因為他對中國 沒在派嘛 嗯嗯嗯 所以美日 現在是靠俄羅斯跟中國 這兩個領導人也 說他們願意正面 來處理這事 嗯嗯嗯嗯 所以這第一的目標 希望美國恢復 對他的援助跟其他 還維持 eleżentera 嗯嗯嗯嗯 啊第二呢 他在南韓跟不韓 在美國聯合國後呢 嗯嗯嗯 南韓跟不韓 南韓是去跟中國賣俄羅斯 都建交嗯嗯 然後我們先台釋棺 跟好爛爛爛爛爛爛 但是彼本以及美國 於目前還沒生 所以他也希望美国你要生人活 因为生人活 互舍死绝 这样我这个国家就穩了 我就国家发生 虽然我有在联合国 但是我跟这些本美国没有大塞冠 这是对他来说 他的国家基本生日一半而已 所以国家如果要穩 就是这些都建立正常的冠 这两个我相信 是他现在希望达到的目标 如果有这些大塞冠 大塞冠的冠冠 跟中国俄罗斯冠冠 并且后也挽造其他就进来 可以问下 我都用这种给你用黑 用凶黑的 结果我美国说 好啊你凶黑了有黑 我好不然你洗台塞冠 美国的面子要放下去 所以他就是要叫中国和俄罗斯出来说 不是美国直接给你投行 第二就是说我凶黑 我本来拿桌子 现在拿手枪 没那么大袍 现在核子弹都没出来 我越凶黑越大 你才会让你弄下来 所以这个 如果要这个事情要结束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才会巧合 要做一个协调 但是对美国来说 这个千载南方的机会 绝对不可以认识这场戏 让你结束 因为美国要重返亚洲 好美国要重返亚洲 这待会我们再说 我记得我小时 如果要把我们母亲投五角 投母 就开始会中 会靠 中当然就是要五角 但是很怕母亲 没要插人 晚上没要插人 到晚上又来来靠 我们要越重越 姿态要越扭越扭越扭 总是 后来我们也是怕人不插人 我们也不可能跟安庄 做人的好生的人 白痕一直扭扭扭扭 后来又何子弹 后来一趟怎么走下台街 这下台街就是 刚刚六方会谈这种机制 下台街绝对不是问题 上上下下也更改变 有人公开市就在扶这个 后我们访问的是 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执行长 李明俊 李执行长 他曾经担任过 日本钢山大学法学部的 护教授 也是日本东北 台湾东北亚学会的秘书长 日本京都大学 所以请他来谈北韩 整个美国中国南韩之间的想法 是什么 影响怎么样的一个态势 北韩看起来这么团结 是不是真的 等一下继续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 欢迎继续收听 播度全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现场访问的是 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执行长 李明俊 来谈北韩 北韩这个国家非常的神秘 刚刚谈到金正恩 金正恩是从小就留学瑞士 对不对 那本来好像也不是 无疑他接班 因为最小的 那么这个明俊兄说 他是有整形过的 整得比较像阿公 大家比较怕他 比较怀念你 怀念你 一个金日成 那他留学瑞士 也讲了一口好的英语 金正恩受西方教育 是怎样 就是说大家 本来对 本来对有期待 说你可能会比较开放 会比较开明 比较容易沟通 看起来好像没有 当然 可能 因为他现在接人 没多久 差不多要一年而已 所以他到底 他对我 不是开明 这也不知道 因为他来不然 他对我 就没多电限 跟中国同样 习近平 如果接他 你没办法以上 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内部 要先问下来 所以这段 危机对他来 说一个好处 就是专国的指导权 都在他的手头 之前那些阿公阿嬷 阿伯阿伯 都在旁边站起来 就是说金正日 以前的大臣 都大权躺下来 就是说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 金金鸡 四星上将 对 他们的压重 这 这不是这段都没看 张承者 对 都他一个人在讲话 这第一个主导权 确实拿 拿在他手上 第二就是说 他一个新人 这样衰紅起来 这对于国际 发言权是有帮助的 对于那些大国际焦点 说没听到 没这么厚的公共费 所以他在国际的定位 他在国内的定位 透过这一次 不管结果怎样 一定得到他需要的 这个效果 第二其实 全世界把他逛逛都会 对啊 北韩 也知道说 他现在 中国都没希望他灭亡 对中国来说 北韩的存在就是一个反冲 他不用跟民主的南韩 日本直接接受 而且南北韩通印 中国的朝鲜族就是在边 所以语言上面都同样 如果经济发展起来 朝鲜族中来 自己又去独立 还是说南韩和韩国合并 这都是边境问题 所以对来说 北韩的存在很好 对南韩来说 无通印是 做合理价债 因为通印 中国就要花多少钱 那么穷的北韩 对啊 比东德差很多 是 社会就花多少钱了 南韩怎么赞得掉 所以南韩也没想要通印 没有想要通印 除公要通印 实质上大家也 日志过来就不错 他就这样 所以 然后他们那些人的诉讼 是谁哪有这么严重的 这种八成要灌 也没灌 没灌 所以然后 北韩如果出事 可能难民走出来 日本也会烦恼 嗯 然后南北 漂流去 你就要收 是啊 南北还统一 要对 如果统一 后来 对担保也很大的问题 嗯 就是说北韩的核子弹 比韩国的 嗯 南韩跟北韩通议 韩国这个国家是核武国家 嗯 那日本要怎么办 嗯 日本没有核武 没有啊 因为被美国控制掉的嘛 对 这个 这个 韩国的各式各样 就不一樣 他们的民族资讯性 也很强 南韩 南国人是不认输的 嗯 这种的国家 南北韩通议后 人口就要七八千万了 嗯 所以很快就可能会超过一页了 嗯 陆军两国家 要一两百万了 嗯 所以韩国都要翻一个大国出来 嗯 这个韩国的位置 是一个半岛 这个半岛是 陆全国家 要进去海洋争霸的跳板 嗯 那也是海全国家 要进去大陆争霸 的必经之地 嗯 所以南北韩 这个半岛的地位 不然变成这样 海全陆全一个人 无一半 嗯 嗯 所以他这个 也是地缘政治上的宿命 嗯 但是他很厉害 就是南北韩 各有各的发挥 南海在经济上 在其他表演 正突出 嗯 嗯 所以正本小利多 收购可以不敢 那是不敢 嗯 啊北韩也是很厉害 所以我们要说 他是一种理性计算的 不理性行动 嗯 嗯 嗯 啊 所以现在日本 美国也是利用这个 我要重返亚洲 你没关系 我需要重返 嗯 哦 就是你要均重啊 所以外人先跟中国插 福利宾跟中国防颜党 也在乱啊 嗯 中虚台又乱起来啊 现在南北韩又乱起来 美国重返的必要性 正当性 越来越強 哦 你们有乱 我这个大兄 才有出生的疑惑吗 对啊 你要找我做中人嘛 啊 找我大爷出来 收嘛 对 我来乱嘛 所以当然重返亚洲 民政言顺啊 啊 那些 那些 钓鱼台 等等等等 那是 美国去浪的 还是说 说连着突发 啊 它重返亚洲 是一个 一个 一个 意外 对我来说 我的看法 因为 当然是个人的看法 就是說 这个钓鱼台的问题 本来就是 美国人 在乱起来 嗯 1968年他就調查說這麼有自由 比中東還更多的自由 因為那天開始就亂了 我們來大家都點點 就放在琉球美軍託館 沖繩縣 台灣到1970年 我們的地理教科書的地圖 也是在台下 尖閣群島都不在琉球 連北京出的教科書也這樣 尖閣群島 但美國人說這麼有自由 第二年大家都改 全部都比釣魚台 不是叫整個群島都比我的 美國為什麼要這麼做 如果有自由 那時候琉球還不說要逛日本 美國可以比美國的第51週 這個自由是美國的 美國也可以讓琉球獨立 像雲萊這樣在後面控制 這個自由國家也都聽他的 已經在兩年後1972年 最多的琉球包括對於台 都交給日本 如果如果有那麼多自由 為什麼要交給日本 所以40年前這個問題開始 就是美國人做出來 他就不希望中國日本 在台灣大家好 因為你如果大家好 美國在這裡就沒有機會 沒機會 他就不可以做大 日本跟韓國的主導問題也是這樣來 美軍統治的尖延時 散威了兩國就飛起來了 跟俄羅斯北方領土也是這樣 那戰鬥就能處理的事情 他跟他們斷 不然就差 所以日本這個國家是美國比較怕的國家 因為他是比較正貴 而且珍珠港 現在有的沒有的 幾年美國是被台在打 所以他覺得不可以讓日本在亞洲盟國 所以俄羅斯韓國中國台灣 整個小島跟日本都領土紛爭 所以現在來看 中華台這個問題 不是因為中華台問題 中國跟日本插起來 是中國跟日本 要完結找這個問題出來 找一個 找藉口 對於當時有男女朋友要分手 就拿一些古早的帶子出來 不是因為我們前發生什麼突發事件 因為這個事件四十年了 不然我們拿一個事件來彎 這個事件不是很簡單的 不是我發現新證據 是四十年前就在那裡插 插一插的大家做生意就不要說了 說一說要再插就把它拿出來 所以這個問題因為我不會解決 因為這是太美本 這樣說起來是釣魚桌的 餘桌沒有醬油嗎 應該到現在都沒有碰到盤頭 那如果有人去調查 我們家的後院 餘桌都裝黃金 我看我們家也不好 您那水紅國有化 哈哈哈哈哈哈 那像什麼 在北企業什麼院 文寧院 文寧院 大家想在說 大埔事件 都拿下來 都拿下來 黑法有 OK 不得安寧了 OK 要順暢國有化 是啊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中國在政權交替 所以內部 包括經濟 維穩的費用 七千四百億人民幣 比國防衛以上還要這麼多 加多 所以你就了解說 是怎麼處於對話 這個問題 所以對話 也很緊張 北韓是嘴巴 嘴在派 因為外交中國 用外交來轉移內政的壓力 對 國際問題來轉移 然後這個 戰艦飛機在一杯 這是比北韓用嘴說的 更逼真 對 日本也是出來 但是 我們為什麼不覺得 這麼爬起來 就覺得北韓不爬起來 所以北韓有可能 發射飛彈去做其他的動作 四爆核彈也有可能 但是開戰 我是覺得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太小了 開戰不大 好 我們訪問的是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執行長李明俊 李執行長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波動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現場訪問的是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執行長李明俊 那麼從北韓談起 也來了解這個神秘的國家 那麼他剛才這樣了解 其實北韓是希望有外交目的 他希望可以跟美國建交 跟日本建交 隨時他的國力可能沒那麼強 那麼他剛才說到說 中國其實有交友切斷給北韓 北韓現在到底什麼東西是中國你給他 很多包括糧食 他的地方比較貧磁 所以種的經常不夠吃 所以這個 醬油也不夠 他的地方高 高的地方就需要暖氣 要油來燒 你現在說 北韓如果真的要建政 他飛機建車大家也要油 但他沒有出產石油 北韓沒有出產石油 沒有出產石油 這種國家獨裁的國家 他的資源的分配一定沒有平均 就是說外國如果給他一百萬 他可能花在八歲 沒有到一半 很多放在外面 所以人家說金正恩 放在外國的火頭裡面 金氏家族所有 所以人家說金正恩 在上海一個火頭 說有幾十月的美金 當然這都沒有證實 但是有這種消心 但他們的生活很奢華 他們老婆金正日 蓋一個北中高業的美金 裡面包括中央三月的高業 雷書房公就對了 高業美金的房子怎麼大 兩百七十月的代表 那就是房公 可能裡面還有軍事設施 怕人家政變三月 你剛才說有日本廚師 都專門把歐洲政靠的 日本政靠的那個 薩斯米 烏尼 他最喜歡吃的 對啊 所以這個王佑甄 一個雜丁吃十萬塊的代表 我覺得他們是不可能比他更遜色的 雜丁十萬一丁 那是吃什麼 你就想整個麻糟 衝一碗公里就不對 對啊 這些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我相信很大的部分是真的 因為如果有犯省有不滿的 他們都偷走出去了 很多叫做託北者 對 就去中國 有的走去中國 去南韓大使館 為那 投奔自由 就對了 為那專門去韓國 也有 很多就住在中國 也有 對 以前在走的時候 讓中國的邊防軍抓到 是還會把他送回去 罷漢 遣返 對 遣返 對 遣返 遣返 但是這當中就對處法很嚴重 所以那時候南韓在聯合國 很多國家就說 這樣不人道 中國不能遣返 遣返 之前中國也是叫遣返 但是最近半年 就開始沒有遣返 所以這裡面看出來 就是說 這次金正恩 除了他 內部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需求之外 中國的態度 對他們想到過去 沒什麼樣子 好像沒那麼親 沒那麼人好 沒那麼溫順 讓他們與其與求 對 所以這次的大小聲 也比較跟這個有關 當然這樣對美國有幫助 剛才說的 美國可以重返亞洲民政言順 但是大家如果希望 中國出民來敲北韓的事情 中國的地位也變得重要 對習近平打起來的人 你也是 對國際社會有貢獻 所以這次是對這些 都有達到目的 所以大家也利用北韓就對了 對啊 所以這一次 出體裡面 都是要有人做壞人 有壞人 不得有好人 哪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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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的軍事實力 會贏北韓嗎 我相信南韓的軍事實力 會贏北韓 會贏出出的 但是 現在不是比兩國的軍事實力 南韓的軍事實力 一年要三百億美金 比台灣還要兩三倍 台灣現在是多少 一年 兩千多億代表 差不多 一百億美金 八十多億 他是要三百億 他還要自己做 韓國的造船 軍艦也可以做 潛水艇做 甚至神盾艦 韓國桌的神盾艦也有 我們是要買的 對 所以南韓的軍事實力 贏北韓贏出出的 但是 北韓可以四十萬人 你沒辦法賺一千的 你民主國給你四十萬人 你就大條了 你總統就在那道歉 就好到 他那四十萬人也沒差 所以這就是 南韓如果在逼軍事實力 我剛才說 北韓軍事實力 說這個比我們比較差 跟南韓比 更沒辦法 但是 你不是在逼軍事實力 你是逼三更會 蓋那個 中隆 我給你經濟的不差 但是我給你吐一下 你就累了 好 因為你民主國家 你的輿論 你的政治不一樣 好 因為那時候有你說 如果真的南北韓開戰 他說其實要讓首爾 陷入一片火海很簡單 火炮一萬門 一直燈 結果韓國的首都就倒了 所以因為你說 不然首都千都 千去虎山 去大田 大田 奇怪 韓國怎麼不去遷都 一陣李明保有說要遷都 結尾十五年後 在大田附近 要做一個新的新都 但是這個經濟發展 對一般韓國八成來說 你刷去那裡 最多也是差幾百公里 也是這麼多 如果要刷都差不多 但是你這個遷移 國家中央政府的公務員 也沒有 你刷過首爾的整個地價 就會漏了 這個汙子就不害了 是 所以這個 這個家裡的公務員 都差不多 稍微太死附中了 說是不完全廢紙 但是都在那裡 停滯不潛 是 所以現在 例如說 北韓這種的辦事 這樣無 無法跟他 你看南韓首爾就好了 X4 50公里的地方 他的室內也是一片 也是還有生平 對 還有他 現在有比較壞一條 但是這個逛街也是照逛街 嘿嘿嘿嘿 所以好像不 他也覺得說不賤就對了 對 北韓到底有多散 我覺得以金正恩來說 他這個動作也繼續做 最多是做到這個發射飛彈 當然發射飛彈不是到那種彈頭 因為現在如果人家這樣都沒關係 但他如果真的出手 造成具體的傷亡 他更難下去了 對 對 而且有可能 他如果做了 出手最重 他整個反撲 連這個國家都會出事 大家是非常潑 因為他的存在對大家都有好處 喔 金正恩家族這個政權 存在對大家都有好處 對 因為這個家族存在 北韓這個國家比較會存在 他如果沒有去 對他就崩了 崩了 你是要聯合國進去灌 還是南韓進去灌 國際問題 這就是大問題 這個時候美國 俄羅斯 日本 中國 我看他還有大家在那邊 對 他有兩千三百萬人口 不是那種收國 啊 和台灣變這個 對 這些難民 三個月一大堆問題 嗯 是是是 你如果用Google 這個科技 對太空看這個東北亞 晚上 你就會看到 哇 日本幾百公平 嗯 啊 韓國也是一半 朝鮮半島也是一半 更平平 但中國那邊也還好 但是唯一你看到 台灣其實你也看到 台灣的北部最亮 嗯 再來就是高雄 中部也滿亮的 你就看到 北韓 那些半島 只有平浪那邊跟香港而已 其他都黑色色 那幾乎晚上沒有電灰 嗯 我剛才說 到底他們的人民有多散 嗯 這個散是一種比較值的 嗯 因為小時候大家都沒錢的時候 也是在過 對 啊 人用錢一天兩天也是在過 嗯 所以呢 散是比較值的 如果大家都說這樣 他就不會覺得他特別散 嗯 他現在就是說 包括電 嗯 嗯 有那些限電是 一天只有四點鐘有電 哦 一天四點 哦 所以他也有八會公司馬上 但他開的時間就很短了 啊 都國營了啊 啊 什麼都國營了 我的意思是說 吃頂你一個國家這麼散 嗯 你沒有錢好 厚勤補給啦 還要負貨啦 還要糧食啦 啊 這個大國 美國 中國啦 都沒有幫你支持 嗯 嗯 這樣子 那麼剛才你說他的武器都很老耶 他怎麼可能有什麼 發動什麼戰爭的能力呢 所以有一個 讓人可以感到幸福 他可能發生戰爭 就是說 他最怕的 哈哈哈哈 他要讓人相信他是瘋子 這樣人家會怕他 哦 好好好 有意思喔 如果少爺是當時要跟你打 要怎麼打 你不知道啊 他也不知道自己要滅亡 他他滅亡 打到中 他也不怕 他也不怕 這就是他要證明我頭上有問題 是是是 很多全世界很多歷史都是這樣 就是說 你意料不到 很怕意料不到的事情 譬如說 伊拉克的 這個 前總統海珊 你覺得 那時候也沒想到說 他會去入侵科威特啊 覺得也導致魅亡啊 這樣 所以很怕意外啦 我們訪問的是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執行長李明俊 明俊我們再休息一下 我們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宜 我們現場的來賓是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執行長李明俊 明俊 大家都把焦點放在什麼 無水端飛彈 說他有 刷來刷去 好像已經 舊發射位置了 無水端飛彈是什麼 這算是他們自己研發的一種飛彈 剛才我們說過 飛彈是一個載具 它載的東西 所以主要是它的彈頭是搭什麼東西 嗯 然後呢 他現在研發的一度是 你如果彈頭普通的 就是研發的一天 那可能研發到人家會死幾十個 嗯 但是對民主國家來說這就不得了 嗯 它不會博雜 它會博雜 但博雜就像一般的砲彈這樣博雜 哦 對 從來他就準備自取滅亡 自取滅亡 國家亡漢 對嗎 他的核武能力 核子彈的威力有分歧 當然也是有啊 連你這個核子彈的原料 他的取得也一定比別人更困難 嗯 你還要花錢去買 嗯 所以一般來看 要買藥嗎 對 要買藥 嗯 所以一般來看這個 他用核子彈頭去發射的可能性是無關 嗯 所以現在是說對台灣來講 這個南北韓的問題 尤其北韓的動作 他變成政央 他如果開始頂擋旁邊就頂擋 這個頂擋結果如何 其實台灣都在看老年而已 不去想說我們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 嗯 所以現在南北韓這個動向 因為現在唯一的變數大家想要討論 因為如果客觀在看 盧柯金正恩是理性的人 嗯 他的武器 他的經濟後勤 根本沒辦法維持一場戰爭 嗯 啊所以他現在就是要國際知名度 國內掌權要跟特犯做 要跟交換條件 嗯 如果是這樣時刻很簡單 看你要看這個 嗯 現在就是唯一的變數就是說 他是不是小的 哦 那剪下去 對 還改變台灣苗園 對台灣苗園也會影響 真的剪下去台灣苗園為什麼 因為台灣每次你看 1950年還是1989年 我們都是為中國 給他們撒出來 嗯 現在馬上也在挖過 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慢慢讓中國進去嘛 包括國民黨也是已經跟中國 沒有什麼差別啦 和主黨 那民進黨慢慢也在改嘛 嗯 但是這個問題如果出來的時候 可能 美國 日本 南韓 就是說海洋勢力 會再起來嘛 嗯 因為過去包括日本停滯二十年了 嗯 韓國算半島啦 就有哪些好 有哪些壞 中國是都好 對 所以是大陸勢力在膨脹 海洋勢力在衰退 嗯嗯嗯 但是這個事情還出來 可能海洋勢力就起來了 又起來了 又起來了 又起來台灣是屬於海洋勢力 還是要屬於大陸勢力 就是在這裡嘛 嗯嗯嗯嗯嗯嗯 再度改變台灣的命運 嗯 可能性 是是是 那麼 北韓這邊這個事情 你看它會怎麼刷 嗯 我是比較相信說 北韓這個國家 雖然長期獨裁封閉 但這種國家在艱困中生存 所以他的領導人 他的領導集團 其實都有一定的求生的智慧 嗯 所以說也發動戰爭去自情滅亡 這種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對啦 所以不然就是說 現在對於大家的問題 慢慢要改革 日本 也不是改革 慢慢的反和 嗯 這個日本區域的參議院 算了 現在麻生還要去訪問了嘛 所以可能也告一段 慢慢的一個 維持現狀還是安裝 嗯 啊來的就是說 這個 美韓的軍事演習 也是有他的時間生 嗯 演成了之後 看要怎麼處理 嗯 巴韓這裡現在就是說 這個中國跟俄羅斯的領導人 都說他們要出來處理 嗯 所以後邊的劇本 當然對金正恩來說 最好就是 美國日本和生人 嗯 第二就是中國跟俄羅斯 做中人看要找什麼條件 演出費 所以這兩個發電是對大家都最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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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台灣跟日本管不管多少 一天可以變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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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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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哈哈哈 OK 我們訪問的是新台灣國策自僱的執行長 李明俊 謝謝明俊兄 啊 這個這麼深入的這個分析 好 謝謝 好 感謝大家的收聽 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見 拜拜